我们需要就是说这个地方可以将来可以类似像这样 从这边产生1到7然后往下一直填满 如果说我今天我希望在这里面填满什么呢 填满1到7用column或者roll的观念来做的话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油标放在A2里面好了 那我就插入函数里面最近有使用过column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如果我今天直接就按确定的话 那这边会产生1 那如果1到7这个就没问题 因为蓝嘛只看蓝的部分 那如果往下填满应该会产生什么 产生错误 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假设我今天希望往下填满的话 是可以直接什么 它自动呢帮我加上什么 加上7的倍数 有没有第二个要加7的倍数 第三个加上7也是7的 等于在这个是7 14 21 对不对 那这里的话该怎么做呢 其实还是回到这边 那我们后面加上什么呢 加上什么呢 roll 其实这个观念跟那个前面那个百家性有点类似 然后的话呢 我以哪个当基准呢 其实后面 我可能就有用 如果里面没填的话 它自动会以A2当成是参考 所以如果A2的话 那回传回来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2吧 因为它现在在第几列 roll的话只看列不看蓝 然后roll 那因为我要加上什么呢 roll减掉多少呢 减掉 第一次的话 第一次什么都不做 对不对 所以要减掉它自己现在 减掉2 为什么 因为2减2 0 对不对 0的话 然后特别注意先减 先减为什么 因为先减掉之后 再乘上多少呢 乘上7的倍数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乘上7 OK之后的话 你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 我们来试试看 因为这样累加Color没问题 再往下 你会发现 8到14 15到21 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自动产生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初步 就是至少我们可以产生一个连续的数字 那万年力就可以产生 不过呢 接下来就是说呢 我们要如何 再把这个观念呢 再放到第三个第三页在这里 就是说呢 我可以选择年 跟选择月之后的话 它就自动帮我跑出我要的一个 这一个万年力出来 而且不能发生错误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W2的部分呢 先做出来 把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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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